大家好 当我们使用Power Query整理完资料 也许会随手加上注解 但是当资料更新之后 这些注解仿佛就与原有的资料脱节 如何让注解资料可以在资料更新后 还能保持相同的注解位置 我们将使用两组范例 先将这些原始资料带入Power Query 模拟转换后的资料 这里直接按下关闭并载入 先在标头输入Comment 作为输入手动注解的栏位 这里使用ISRC作为注解资料 比较容易比对这个手动栏位的变化 将注解资料输入之后 再把它当作一个表格 重新汇入到Power Query 这时候它就会再产生一组查询 Table 1底线2 回到Table 1选取合并查询 上面表格显示的是Table 1的内容 下方表格则选取Table 1底线2 两边都选取ISRC栏位 因为这个栏位是两个表格都拥有 并且内容没有重复值 连接种类维持不变 按下确定 并且将这个栏位的嵌套表格展开 只保留Comment栏位 按下关闭并载入 它会把Table 1底线2展开到另一个工作表 回到Table 1工作表 会发现Comment的旁边多了一个Comment 2 Comment是刚刚建立的手动标注栏位 Comment 2则是Power Query所建立的 就是刚刚展开的那个Comment Comment 2可有可无 我就将它隐藏起来 至于Table 1底线2工作表 也是Power Query所产生 这个工作表并不会有操作 但它的Query又必须要存在 为了简化工作表数量 可以更改它的连接方式 并删除工作表 我们选择只建立连线 工作表的内容就会消失 再将工作表删除 接下来就要开始测试 手动注解可不可以跟着资料移动 回到Sample 1工作表 挑选几笔资料删除 这些资料间隔在手动注解中间 全部更新之后 手动注解的部分还是跟着资料移动 再到Sample 2工作表 如果是这样的资料 一眼就可以看出ISRC与歌名有太多重复 如何再建构一组非重复的唯一值 将资料带入Power Query 先把这些资料补全 按下关闭并再入 这份资料里 不仅仅是ISRC与歌名重复 作者与权利也都有可能重复 按两次左键进入Power Query编辑 新增资料栏 自定资料栏 将ISRC 作者 权利 占比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单一字串 这时就显示错误 因为数字不能当作文字连结 需要使用Number.totex将数字变成文字 也许你会想使用索引资料栏 就不会这么复杂 但是索引资料栏只是标明它的资料列数 与资料本体无关 抱歉 函数的位置少了括号 这样的资料完全无法阅读 再调整一下字串内容 资料兼使用底线来作为间隔 按下关闭并再入 如果这栏资料觉得碍眼 未来就把它隐藏 同样的 在后面加上comment 作为手动注解的栏位 挑选几笔ISRC作为注解 将包含注解的表格带入Power Query 并且将两个查询合并 下方的资料表选择Table4底线2 选取两个查询都有的栏位 并且是唯一值的栏位 展开欠套表格 直取用comment栏位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Excel的Vlookup 将资料对应到单一值 接下来的步骤就与Sample1相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位 明镜与点点栏位